22.2D板可硬力分析 本範例在介紹如何操作2D分析 首先載入二次熱圖檔為長寬各100毫米的曲面 點選上方工具列ANSYS 14.5 ANSYS Workbench進行分析 進入ANSYS Workbench專案視窗後 點選Static Structure 盡力分析 按住左鍵拖曳至Geometry 產生關聯性 材料預設使用結構綱 所以直接進入Model 點擊右鍵 Edit 進入Mechanical機械視窗 點選Geometry 2D板可硬力分析 並在上方Units單位選擇第三項 在下方Thickness厚度輸入0.5 厚度我們設定為0.5毫米 接下來進行網格設定 點選Mesh 右鍵 Update 更新網格 產生網格後 點選Static Structure 上方工具列 Supports 產生甲持 Fix support 並且 在上方濾氣選擇Edge邊緣線 點選側邊 按下Geometry Apply 確定 完成甲持動作 接下來進行負載 負載的話我們在平面上 添加100牛頓的力 點選 Loads Force 並點選 在上方濾氣選擇Face 面 Apply 確定 選擇面 大小 100牛頓 確定 Solution 求解 我們使用Stress For Miss 應力 並添加位移 總位移 完成後 點選上方工具列Solve 求解 求解完成 2D分析 可以節省許多不必要的時間 但是分析進度 會與實際3D分析有所出入 所以讀者請視情況而定 以上為2-2 2D板殼硬力分析 請選擇 4D板殼硬力分析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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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2D 1D 1D